三国中产党 今天我们会继续讲关于地产商 打地主问题 上次刚刚说话口未完的土地收回条例 出了牢 声称会用 我经常都说 你不要经常觉得 条例出了来会用 条例摆起来都会有作用 所以很快新世界就宣布 它会捐300万呎农地 作为一种 呼应政府的土地收回条例 如果这样说我只会想 你不用清算我 我自动投降书一半 就把土地收回条例 当然 投降书很少 现在有1800万 可能第一轮捐 不知道之后如何 它大概有1700万呎农地 现在捐了300万呎农地 但捐在哪里 好像仍未有详细讲 实际上可以用来建楼的就是在天水围站附近 只有几万呎农地 跟我说之前300万呎农地 其实只有几百分之一 不是几百分之一 即几百分之一 是真的可以立即建楼 我读了一段新闻出来 我以为这个是挺有根本角度去看看 是值得请教大师的 我读了一段新闻出来 这个就是信报的新闻 这条题就是你的老友 David Watt 质疑新世界捐地 是否向政府召讨 很短的可以读一读 新世界发展的执行副主席郑志光 在业绩会上宣布 捐出300万呎农地 有100万平方呎是捐给社企的 社企就是做光坊的 其他也有意向向政府 政府或其他慈善寄求 或是政府建公公 这个详细的细节 还未说出来 那独立股评人对Web 怎样说呢 这个我就是想听大师的看法 因为你一直都要留意他们的分析 Web 表示 新世界未有在业绩中 提及会捐出300万方呎农地 由于农地以股东的金钱买入 该公司董事应该解释 捐地如何提升股东价值 Web 又质疑 捐地行动是否涉及向政府构投 或者是否可获得 许可发展更加的土地 这个就是Web 评论 这样说 第一就是信保登这件事 因为应该是 他们的场合是最少农地的 苹果也有登 苹果也有登 其他不是一个 我看到大的就是苹果和信保 而新世界应该是这么多的 四大地产商之中 和中国交关系最好 作为有政治立场的人 应该对新世界提出质疑 我首先讲了原理 接着再去讲那件事件 那件事件他们质疑 我想质疑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 程序上的合法性问题 第二个就是 有利益上的问题 程序上的合法性 我想他也挺难解释的 虽然 其实我想捐地 捐献 这些这么大的集团 年年捐献都是肯定的 但是一次过捐献这么大的方面 就是很难解释的 当然 如果你可以是好 我不理股东 这个问题在国家大事大非面前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相信股东会在 可以说一半个理由 但是如果是纯从股东利益来说 当然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但当然这个正如 反过来来说 一个是 当年 General Motus 那个 总经理 去了做国务卿 然后人家问他 你对于 香港 你对于 这件事是否利益冲突 是 他说的 那句话就是 我认为 凡是对 我们General Motus有益的 都是对美国有益的 OK 如果我是 鄭志光的话 我会说 我认为凡是对香港有益的 都是对新世界有益的 因为新世界是香港主要的 利益来的 如果给我就会这么说 我认为 就是资人这么说 你不要用这么客艺的股东利益来说 这个是他怎样说法的问题 程序上当然是有问题的 问题是怎样化解这个程序 OK 第二个 就是说一个实际有利益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 四大地产商 在投城内角 在政治靠边 四大地产商在政治靠边 是赢了多少钱 他那个Rosewood酒店 当年的时候 在梁静英后面站一站 Rosewood酒店都赚了1,500亿 至2,000亿 就是那个是怎样的 30亿是很少数字 你从股东利益来说 根本就是鸡蛋鸡骨头 你知不知道 就是说 祥和是当年的时候 他们去搞 他们去搞 支持董建华的政策 第一个支持者 有个数码说怎么计数 是不是 就是支持政府政策 我不是说香港 而是说全地球 就是你是美国 英国所有民主国家 或者日本所有民主国家 你第一个响应支持的时候 利益是无可限制的 就是从股东利益的角度 绝对不是说看他人之概 绝对有11本 百利十利的 就是如果是做什么 但是这个是不能宣之于口的利益 就是从股东利益来说 是绝对一本十利 一本百利的 但是你这么说 他难道说明吗 这个就是一个角度 另外我看回整件事 暂时 有两个问题 我想再问一问 请教你 譬如说 捐地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伟大 不是一个新法令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伟大 其实是 我忘记是2012年 还是2014年的时候 是2014年 他提议 就是四叔说我愿意捐 不同的地方 如果没有记录 当年四叔说捐 捐几几万尺 好像是私人名义的 他好像说不是用行地的 不是的 对了 这个就是避过了 刚才有这个质疑 我不知道他避过了 还是 因为时间不同 早了很多 然后被政府说 我不要 政府拒绝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有两个分别 时间不同 早了很多 一个就是 形式不同 他不是用私人的名义 去做这件事 分别在哪里 我想私人名义 和公司名义 最大的问题 就是那里究竟是谁买的 就是那里私人买的 那就是私人名义捐 公司买的就是公司名义捐 就是在他们心目中 就是作为一个 其实他可以 生产家估计 就像四叔那样 实际有些什么前线基金 那你怎样 就是撥下去的 就是 给钱赔回其他 大公司上市公司的 那你将特地的权益 转到一个基金 或者私人名义捐 你就捐了 这是一个其他状况 当然可以有一个状况 当然他们觉得分别也不太大 就是你这样说 我只要这样做 那你不停地批评我 那就批评我 搞就搞就搞不成 如果给我也不会听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那样东西 你看看市面上 你做任何事 一百万五都有人批评的 当年的时候 如果推了 那结果就搞来搞去 又变回头 所以如果我听你说 到最后有一万样东西 我是没得听的 所以到最后就有什么 我只不过问问题就是 就是为什麽 郑芝光当然很厉害的了 就是他知道当年 那么多年前 四宿私人名义捐 政府不收的 为什麽他今天会选 是用公司名义去做这件事呢 不是公司名义 那些地在哪个道 你可转啊 那我还要说 那你是不是郑芝光移动到周大福 他是新世界主席来的 他不是周大福主席来的 那样东西是他 他就要跟周大福那边的人谈 即是Family的人 即是新世界那边 他应该是Discretion的 他应该是自己说到事的 所以整件事 你会牵涉到很多问题 你搞来搞来搞来 还有都是传说和我说 喂 我听你说干什么 你们说来说去 你根本就不想我做这件事 只不过你想一些办法出来 我不相信DWB 不是因为政治问题 所以我听你说过 就是你到最后 我不是听了你说这样做 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就算我听了你说这样做 你都会因其他东西攻击我的 然后你就会说 因为其实官商很稠的 然后现在明明这个好处 这个位置 隔壁的地 隔壁的地还不做吗 可能世界隔壁的地 隔壁的地 即是到最后 你会显身无穷无尽问题 你再来到 我不如不听你说 我自己的做法算了 不如不听你说 我听你说过 你会有其他问题 因为你攻击我 不是为了这个问题 其实很明显 第二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四大里面 正是新世界这样做 其他那些 比如我没有记错的话 长适没有什么出声 长适没有地 因为它很少农地 另外我们收容机和恒地 恒地以前四叔出声 但今次如果没有记错 两间公司都只不过是说 如果政府收地的话 他们愿意配合 即当有几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比如说 用来建公屋 又或者是 赔偿的金额是做足 是收回土地条例 他们愿意配合 愿意配合的解释 我的解释的解读就是 我不会JR 你的 不会司法覆核的 就是这样 为什么那两间公司 为什么它的做法会不同呢 你觉得 我这么说 新世界向来 在自从梁正英政府之后 它是跟特区政府关系最好的 是 自从梁正英政府之后 所以这个 它应该这么说 它向来都是政治 sensitive 很多 整个新世界系列是政治 sensitive 很多 也都说 祝国敏锐准很多 可能因为它新世界中国做得比较好 而恒基其实 很大程度上 就是 四叔退休 因为新世界智光 持续 四叔退休 但问题是 他那两个儿子 就比较是不做事 以及比较是 未能完全接班 就是中间属于青黄交接的事情 就没什么 而新鸿基从来一个 都是一个很本土的 地产上来的 他对于政治 是很不 sensitive 而这个是向来 他在 曾荫权年代他非常之弱数 因为他在本土政治的时候 他非常之活跃 但是在与国内有关 或者与梁智英上台之后 特区那个政治 一直搞来搞去 又投回上海 又投什么 始终搞来搞去 他们实际上 这方面的人才非常之 非常之不得 和非常之愚蠢 他简单来说 是一个 挺土豪的 地产商 所以变了 应该这么说 他的政治触角的步伐 配合不到他的集团的发展 OK 那我问一下 Henry 你 什么又怎样呢 我想问你 作为香港市民的话 你对于 多大地产霸权 或者多大地产商 不同的做法 你的观感怎么样呢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总之 其实你是股东 股价升就行了 你卖了地就股价升 你作为市民 你也没有东西控制得到 是官商勾结就官商勾结 捐地就捐地 但是问题是 捐了地 现在有没有影响到楼价 这些事情 对于一般市民来说 距离太遥远了 没有人会去关心 究竟那块地捐了如何 你四叔其实上次是没有浮 他不是说有拒绝到捐地 他最后捐了那块地出来 就是建青年旅社 结果就建了8年 到今时今日都没有建好 好 时间差不多 到这里 见到